这个真的可以了吧 随着电脑网路跟通信科技的进步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只行动电话 不仅可以沟通交流 也已经成为消费金融的重要工具 全球性的Q点支付系统 目前会员正在快速增加 2019年4月27号上午 有来自桃园、中立等地区 将近100名的Q点支付会员跟领导人 选在桃园市中立区环中东路的大闸蟹餐厅 举办一场Q点支付国际社群家族聚会 这场聚会的召集人林展发说 Q点支付希望打造台湾成为区块链支导 是最创新技术的行动支付平台 我来Q点大概9个月了 我的收入是增加了十几倍 然后月收入大概50万 年收入大概600万 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Q点带给我的财富跟快乐 还有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的所有的组员都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今天来特别特别的请他们来吃大餐 让他们能够享受我们Q点美好的生活 就是完全颠覆了我们既有的一些消费形态 那也造就了更多的 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出来这样子 林展发说 Q点支付可以实现点对点跨境转账 增加个人收入 类似中国大陆支付宝的消费形态 加上80%的余额还本 还有6倍积分的增值 所以桃园中立地区的会员人数在快速增加 合作的商家也越来越多 不仅活络的大桃园地区的消费经济 也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 我现在可以消费两则化 等于说我自己把我的薪水膨胀了5倍 那这样对我的生活来讲的话 我生活变得很轻松 我今天把他付责回去 我就变成了500块 所以说我这样每天至少来讲的话 都有增加到5000块的营业额 无痛消费 对 去到哪里消费都可以 觉得就是 你不会很舍不得花钱这样子 对 Q点消费联盟 已经发行虚拟货币Q点币 在国内外都可以使用 不管观光旅游 或是一般消费都非常方便 在中立的这场家族餐会当中 还邀请财经专家 进行专题演讲 Q点国际在去年成立之后 不断扩大业务推广 跟支付平台消费 今年4月 还在中国海南 召开千人大会 希望打造Q点支付 成为全球性的支付平台 带动台湾地区的工商企业繁荣 跟发展 记者陈文旭 肖佑金 桃园报导 手比起来 手比起来 来 1 2 3 走